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考核不透明 慌修不改寝 慌修不改寝 考核不透明 慌修不改寝 慌修不改寝 那目前我们北捷司机员遇到什么问题 公司定了一个内规 这个内规呢 他是说得很好听 所谓符合一粒修的意志 让劳工获得更多的休息机会 那轮班人员台价的优先顺序是 地假日 休息日 国定假日 还是特休假 最后是补休假 也就是说 所有人的休息日排完之后 他才愿意给你排特休假 如果你的特休假会排挤到 其他人的休息日 那恭喜你 他不会给假 在这些人力不足的单位呢 人力大概只能够刚刚好把 红字 也就是 休息日 地假日跟国定假日排完 如果有人有特休假的需求 那势必会排几道其他人的休息日 照网例呢 公司会找愿意在休息日出勤的人 那给付给休息日出勤的人加班费 请他来补缺人力 但是现在人力出的这一个新的 排假规定呢 内规 他要求先把休息日排完 所以 单位的排班主管 根本没办法把 员工的特休假排出来 労基法38条 特休假之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由劳工排定之很重要 他就是 明确的表示 特休假 代表要不要排什么时间 哪几天 或是我要 要不要结算成钱 这个呢 都是劳工决定的 先是在排假的时候被内规限制 协商都没有 几乎给不出特休假 后面呢 员工如果已经排定班表 临时请他该 他自己所拥有的特休假 又要扣考核分数 连带的影响到员工的升迁 值等 绩效 年终奖金 如果真的如北捷公司内部公告说 基于劳基法一利一休的意志 要提供劳工更多的休息机会 那就应该补足人力 让员工休完全部的假 我们实习议员今天 会站在这里 就是被公司 压迫到的无可忍 为了自己的权益跟未来 我们来发生我们的怒吼 考核不透明 即黑箱作业 公司只会公布日考核跟月考核 但从不公布 即考核跟年终考核 因此 我们基层的同仁 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年终奖金的评分的标准 依据 还有主观采样的分数 到底是什么 更别谈 员工总是在 年终奖金入带 而且即将要放春假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的考核分数 实际员一年开关车门 大概三万五千次 但是如果你有一次发生失误 没有夹到人 但是只是关门时机不当 你可能今年一整年的努力都白费 好 除此之外 你迟到一分钟 请一天假 一年也是一样 重新 明年重新再来 司机员在北捷 是没有生病的权利 也就是说 司机员生病了 判影响年终考核 而不敢请假 抱病跑车就成家常便饭 每一个司机员的抽屉里面 都有一些家常的一些药 另外更夸张的就是 侵害员工的隐私权 在列车的驾驶上安装摄影机 时时刻刻监视司机员 严重影响隐私权 像是如果有遇到生理的需求 要尿带应急 你上面有摄影机 你敢用吗 那是不是要 那个牺牲自己的健康 来去跑车 好 那其他的台铁 高铁 飞机 都没有安装摄影机 这种做法 让员工毫无工作可言 工作尊严可言 原本的说法 是用来厘清 事件的责任归属 到现在则是被用 滥用来监视司机员 来方便考核 我们在这里希望要求增加勞资双向考核 由产业工会汇整出对所属主管考核调查表给总经理 就像市长 刑事都受民意监督一样 那其实我也是作为一个每天搭台北捷运的乘客 每天我坐到台北车站去上班 那其实司机员的问题 其实我每次在等车的时候我有发现 其实北街司机员他都要兼台铁列车长的功能 他都要负责开关门 然后每一站的时候他都要出来 那其实在跑完一趟的过程中 我相信他的那个疲惫程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公司 却只给他们三分钟的换乘的时间 他们就要跑下一趟 那公司或许会觉得说 我一天给你跑六个多小时 七个小时已经很好 我有给你足够的休息时间 可是其实他们都忘了 他们在每一趟的过程中 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所以今天是公司是派人力处的代科长 出来回应我们的诉求嘛 那我们有几个问题 想要问代科长 麻烦来回复一下 这边 可不可以到中间来 可不可以到中间 我也是来阶层进去 那我们有几个问题 我们有几个问题 希望公司先 那只是接成情书有什么用 那我记信就好啦 我干不了一个人来接成情书 我们已经很多公文的往返 已经公司都不回应了 那只有单向的公司接成情书 我们也不知道 董事长 到底知不知道我们这些诉求 我想有几个问题 先来 我想各位的意见不得知悉 所以我会待遇展大 谢谢 内科长 不是 那你接进去成齡书之后 多久可以给我们个回应 还是我们要继续 继续等吗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北极公司 代科長 代科長 我們今天公司的一線同仁 有問題要表達 我們公司是這樣子對待我們 這樣子對待我們 這是我們堂堂的台北捷運嗎 這是我們堂堂的台北捷運嗎 今天我們提出的訴求 反應我們一線執勤遇到的狀況 其實這些問題 可不可以解決 可以 基本上透過內部的管理 的手段 制度的手段都可以來解決 不需要去 走到 勞資衝突這一步 為什麼我們今天 需要站到這裡來 需要組織新的公會要站到這裡來 內部的管道 我們有沒有試過 有 企業公會的管道 我們有沒有試過 有 有沒有用 沒有 有沒有用 沒有 今天我們已經到 需要組織新公會 到雙聯總部門口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到雙聯總部門口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公司還是繼續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關閉所有的協商答案 這樣子來對我們一線同仁 這樣子來對待我們一線同仁 尤其狂問會怎麼講 要躲在已經開始的會 沒有人可以出來說明一下 公司不願意派人出來跟我們回答 不願意派人出來跟我們回答 那我們就進去 好 我們一定今天要問個水落石出 問個水落石出 走 好 我們 走 剛剛喔 都不給員工事的員工 實際來喔 你們不能知道 公司 這一次 為什麼 公司的員工不能進去 員工不能進辦公道 他們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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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跟我喊喔 省錢真空時 省錢真空時 健康難為時 健康難為時 考核不透明 特修不給請 考核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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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修不給請 特修不給請 好謝謝大家喔 我們等著看 等著看 等著看公司的回應 等著看公司的回應 大家一定要睜大眼睛來看 MING PAO TORONTO